大家好,我是军军,今天来给大家讲讲冰种翡翠里面的棉是怎么形成的,好不好 好,首先来说,冰种翡翠呢,它质地来说呢,比较的透明,大家可以看到啊 比起玻璃种呢,稍差一些,顾名思义 咱们,玻璃种翡翠就纯净像玻璃一样,内部呢,稍微有一点点的细微杂物都会保留无遗 而冰种翡翠透明度则退而其次,虽然也透明,但是稍微那杂物要多一点,你看这里就是有点杂物 冰种翡翠的棉续是如何形成的,大家知道吗 冰种翡翠的棉续是指内部可见斑块,条带,丝状,波纹状的半透明,微透明的白色矿物 白色矿物的主要成分呢,为纳长石,你看这里有一点点,这里有一点点,这里有一点点 为纳长石,其次呢,为霞石,方废石,等等一系列的部分器液态,包括体组成 冰种翡翠,棉续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翡翠内部的结晶结构的排列而形成 有的则是由于杂物而形成,你看这里就是结晶结物所形成 大家知道 所以相对来说呢 其实棉代表的是种粗 棉是位于种子之内的 位于颗粒感之间的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说 如果看到棉渣 你看像这种颗粒与翡翠之间呢 是可以看到明显的颗粒感的白色的点状 这种就是棉 棉是在种子之内形成的 如果有大面积的棉团 或者是大面积的棉渣 就说明种子比较嫩 相对来说这个还算很不错的嘛 你看这里有一点少续状的棉 棉形成的原因呢 是纳常式的 它是独特一种包裹体 是因为压力不够 让这些包裹体进入到翡翠内部 所以带着带着棉不会化掉 因为棉化掉必须压力够 所以大家知道了吗 大家好 我是金军 我是淘宝官方认证的 珠宝尼师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绿的一个方牌 那今天军军带大家来鉴赏一下 这个几乎达到满绿的方牌 首先我用实背放大镜看 它的橘皮效应是非常明显的 而且可以看到一些微微的小纹 微微的小纹 它的棉点也是比较清晰 整体看起来纹呢比较的 你看这里有一点结构呢 比较颗粒感比较的大 大硕的一个感觉 但是从细节部分来看呢 它绿的有相当的漂亮 它像这样呢 可以说是男人带着呢 会非常的霸气 有纹是避免不了的 你看这里还有点小微烈的一个感觉 这是结构粗所导致的 也就是种比较粗 像这样的翡翠的话 这个呢打灯来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也是不透的哈 也是不透的 所以从种水来看 它都不行 它唯一可以的就是它的色还OK 色还OK 这就会导致一个现象 这个呢雕工也还行哈 那会导致一个现象 叫做就算是满色 它的价格也不高哈 就算是满色 它的价格也不高 只能说像这样的宝贝呢 它相对来说的话 就算满色价格也不高 种水都不行 如果种水好的话 这个东西可以上十万 如果种水不好的话 也就是在一万徘徊 这个样子上 大家会区别了吗 大家好 我是军军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身上拿的是一个皮修吊坠 今天的军军来给大家讲讲 皮修吊坠的佩戴方法 以及禁忌 大家知道 佩戴皮修呢一般呢 咱们说的 首先要配绳 最好呢 不要遮住它的嘴 因为遮住它的嘴 它不好吞裁 佩戴时呢 尽量让嘴闭光 以免财流失 皮修吊坠应该佩戴在衣服当中 戴的时候啊 咱们说的 头要朝外 自然而然呢 不要让衣服 挡住了皮修的眼睛 因为皮修的眼睛 用在寻宝 也不要挡住它嘴巴 嘴巴是用来吞财的哈 戴皮修的时候呢 说白了 避免去触破 皮修的嘴和眼睛 以免五狗 留在皮修吊坠上面 影响了皮修吊坠的灵性 要时刻保持它的捷径 太多的俗气 接触在皮修上 容易影响它的一个情绪 它会干坏事的 如果无意间触摸了这些地方 请用清水清洗 对皮修越好 它就越招财 但皮修是应该双手 捂住它的耳朵 这样捂住它的耳朵 然后呢 这样代表皮修只忠于主人 然后按住耳朵代表降服它 然后是前爪身体 后爪屁股 从屁股那儿虚空抓一下 放在胸前 这代表抓财手 好吧 皮修是下其中一般用来吸财 不是做生意 也白带 另外呢 皮修会以大气小 到店里买东西 基本上都是被店主的大皮修吃了 好吧 喝了 人家 喝了 这个 因为 银子 糠子 银子 可能 这个 关注 怎么 连 人家